《樱桃小丸子》作者53岁入癌试试过了非常幸福的日子 日本人气漫画《樱桃小丸子》原作者樱桃子于2018年8月15日晚上8时29分阴入癌过世,享年53。 他生前透露,对于能够绘画出一部让大家能乐在其中的作品,表示非常感恩。 由樱桃子家族经营的Sikira Production今天透过官方部落格宣布他过世的消息,除了感谢粉丝长年以来的支持,也对他生前伸手照顾的业界人士表达感谢。 樱桃子于1984年以漫画家身份出道,他以自己少女时代作为故事雏形推出的漫画《樱桃小丸子》更是成为他的畅销代表作。 该漫画自1990年改编成电视卡通,播出至今伸手动漫《米喜爱》后来也速度搬上荧幕,他也曾表示能画出一部让大家乐在其中的作品。觉得非常感恩。 家中经营蔬果店的樱桃子出生于日本近岗县清水市,1986年也笔名樱桃子,创作以自身童年经理蔚蓝本开漫画《樱桃小丸子》。 故事内容生动、诙谐也让樱桃小丸子在日本与亚洲地区大受欢迎。 1990年制播成电视卡通后,当年10月28日甚至创下39.9%的超高收视率,相关周边商品也跟着热卖光是1990年就热销超过100亿日元元28亿元排币,剧中主要角色的口头产更成为当年日本的流行语。 1989年他与雷本漫画杂志编辑公勇正龙结婚,二人婚后育幼姨子,1998年离婚,2003年他在与插画家海野莎西米再婚,隔年生下刺男。 2006年樱桃小丸子改拍成真人版日剧,他也跨到撰写第一集的剧本,隔年4月在备复式电视台制作成兼具综艺与日剧形态的节目《密入门入樱桃小丸子》,台湾粉丝熟悉的日本女星酒井法子,则扮演小丸子妈妈的角色。 漫画《樱桃小丸子》作者樱桃子今晚传出已逾越中国式消息后,引发许多网友热烈讨论樱桃小丸子的官方推特还不断涌入网友留言表达追到短短2小时就有超过1400则留言, 还有人表示自己是从小看小丸子长大的,对樱桃子注视感到不舍,也由此可见樱桃小丸子在许多人心目中的人气地位。 樱桃子虽然是以自身童年经历作为创作樱桃小丸子的主要架构,不过小丸子的爷爷有藏雀和他现实生活中的爷爷有极大的出入。 漫画中的爷爷角色是对小丸子有求必应十分溺爱孙女的长者,二人与其说是祖孙关系,倒不如说是小丸子的玩伴。 不过樱桃子的亲爷爷似乎不是那样的和蔼可亲,据悉是个冷漠又坏心眼,我行我素的糟老头,家人和他也没有太多的互动。 爷爷在樱桃子上小学六年级时过世,家人不但没有特别难过,出席告别事时,他不但完全无动于衷,甚至还因为准备了好吃的寿司,完全转移了他参加丧礼的悲伤气氛,他一直很憧憬像漫画中这样形象的爷爷,因此才把他写进去。 樱桃子在出道三十周年时曾表示,这三零年来,虽然有许多美好和艰辛的事情,但我仍以身为漫画作家度过了非常幸福的日子。 光是感谢也不足表达出我的心情。 他可以低调为公开自己生病的消息,之前仍不定期更新部落格,上月二日他已正在看世足赛,未提po文,也成为他生前最后一次的留言。 基于家人的考虑和他本人的意愿,樱桃子的丧礼已于日前举行,与他多年合作的基因社、出版社,今天也在官方推特对樱桃子过世表达悼念之意,并感谢他生前对日本漫画界的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